陳健鋒 《添堂》 《添堂》 詳細文化 《添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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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就把時間交給三位 添堂先開始 鐵志 阿向老師 賞規 還有謝謝大家遠道 我們跟大家一樣 我們在臺北做四十幾年 我們必知道對不對 你還沒找人嗎 好 那因為等一下小飛跟阿夏老師 會把臺灣的獨立媒體生態講得很清楚 所以我就針對我們個人 這幾年來做獨立媒體的經驗 剛剛去年 11 月在香港看到點次 就是一個獨美的場合 然後剛剛遇到那個香港場的朋友在分享 我就想要分享一下 去年在香港的時候有兩個人問我兩個問題 我就說啊 就想說這是問題嗎 第一個問題就是說 大家都在聊天的時候就在看手機 我就說那個行政院又傳新聞訪給我 然後勞動部誰誰誰經濟部 然後那個獨媒的記者就說 他們會傳新聞訪給你喔 我說為什麼不 他說那我們網媒連去採訪都不能被採訪 然後過了一會兒就有尼報記者訪問我 他就問我說那你當獨立記者 你在台灣去跟人家講說我是獨立記者 那人家就覺得你是記者嗎 那我就想說啊 是啊我說我是記者 我還花了半小時跟他解釋 我說我是記者我就是記者 那從這邊就可以看出我們台灣 其實經過這幾年來獨立媒體的發展 其實我們對於媒體的發展 就像剛剛嘉儀講的是比較樂觀 雖然還是有些問題是比較樂觀 好那我先介紹我自己 我是其實我不是畢業就當記者 我是念那個我是念科學的 那後來不小心就是做了程式設計 是做了很多奇怪的工作之後 就在1998年當了記者 那我在聯合報有10年的經歷 在2009年的5月就做了獨立記者 那現在剛好是6年 那我的記者之歷有16年 16年半 其實我14年是在環境報導的委育 那我自己一開始是成立部落格 那這兩個月我也成立了網站 我自己的網站 那我在台灣一邊媒體 有是專欄或者是做科約記者 好沒有下一頁 這就是我們前天 台灣有時候會追啊 就是雖然新聞很自由 可是前天在台南採訪的時候 他不讓我們採訪 然後就叫我們看片市 然後就出現了10秒的黑白畫面 那原來裡面在做一些事 好那我所關注的環境議題呢 有這麼多 你會覺得說那議題怎麼會這麼廣喔 就是程序啊 總的來說有程序行政 還有就是立法 你會覺得怎麼算我越來 其實我每一年 我每一年跑新聞那個範圍又加大 為什麼 你會發現其實你新聞跑到最後 我非常跟年輕的朋友講就是 很多記者 剛剛講的都記者轉業對不對 台灣記者轉業 就是只要去做公關什麼都會恭喜他 恭喜 為什麼記者轉業會被恭喜呢 會覺得很奇怪 那你會發現其實很多事情跑到後 一件事情要做到一個程度以來 你才會覺得我們台灣掛獎那一番 還有你會看到那個有趣的地方 那一件事情你會越跑越多就是 其實你會發現很多事情都是有關係的 為什麼要跑產業 產業跟水資源就有關係 我們台灣現在正在鋪汗的時候 就水資源有關係 你跟你的波水污染有關係 跟你整個的國土規劃都有關係 所以跑到後來你的範圍就會越來越廣 那終歸你跑了半天你會發現 程序正義有問題 程序有問題 程序有問題 那所以你就開始去關係程序的問題 沒有下列 沒有下列 所以 好像不太好看 好 不報案 不好意思 好 那對我個人來講 我覺得我們走過 我的個人記者經驗 我覺得比較特別 就是 在兩天我開始當記者的時候 我是在聯合報 然後那時候新聞就會 怎麼 隨便批評一下政府 然後新聞就會燈很大 那我就想說我很厲害 我後來才知道 那我也有點厲害 可是沒有我想那麼厲害 對 那怎麼會燈這麼大 哇 然後接下來2008年 我已經國民黨執政了 那我就突然發現 欸我跟以前一樣啊 等一下下午等 會有中國的朋友 會分享環境 其實環境跟 跟政治的意思是很有趣的 你不是跟他 就是對面衝突 可是你環境跟政治又有很大的關係 可是你有空間可以去 這是我覺得環境新聞 我覺得最迷人的地方 然後 林邦連 我也是這樣跑啊 那突然新聞就登不出來 沒有任何理由 我就登不出來 我曾經有一次 就是 那如果像草寮世界那時候發生很大 我延續寫了十篇特稿 沒有一篇分出來 好 那怎麼辦呢 後來就 就離開了 那離開之後 就有很多的記者問我說 那你要不要去自由時報 大家知道嗎 也是應該聽得懂 自由時報是 是民進黨的報紙 所以 我在聯合報的時候是民進黨執政 然後國民黨執政 大家就認為我應該去自由時報 那時候我就覺得 難道記者是為政黨服務嗎 所以我就想說 那其實那時候也沒有什麼路給選擇 就想說試試看獨立美女的狀況 這樣 好 下一道 好 那對我來講 我想要實踐獨立記者的事情有這些 我覺得獨立記者最可貴就是 他可以思考獨立 行動獨立 報告獨立 還有我覺得他的影響力可以獨立 另外呢 經濟獨立真的很困難 這我還在實踐中 就是 還沒有辦法玩 有獨立的事就是 當然這個不要再講 好 下一張 下一張 好 那為什麼獨立可以更實現新聞價值 我覺得我從當新聞記者一天開始 我就把新聞價值就是這個 你要報告真相 你要改變不對的事 那如果像剛剛 有一些自我審查 或是報社給你選擇 那你連真相都沒有辦法報導出來 你更沒有辦法去改變 不對的事情 那為什麼要當記者 就是你要促進社會進步 實現社會的正義 其實為什麼我剛剛講說 獨立記者更容易實現 社會的正義 因為我覺得那個是工作模式的改變 謝謝 當工作模式去改變 其實我是一般獨立記者之後 我也覺得嚇一跳 就是原來 你就發現以前 你好像是在那個框架裡面 就是手腳都伸不開 你就是每天在框框裡面 報社叫你三點半報告 叫你十點交訪 叫你幹嘛幹嘛 你就在框框裡面 然後現在台灣的記者 雜事很多 我現在到 假設我們現在會場 大家都在幹嘛 都是沒有在場 就開始在拚那個即時新聞 那以後即時發了別人家 那一半會被罵 所以大家都很忙 然後另外一個就是 你會一直被外線 你可能環境跑一跑 然後他說你跑跑勞工吧 那你跑跑什麼 可是我當記者這麼多年 我覺得記者中就要追求的是專業 專業為什麼 你可以聽得懂 官員跟你講的話是真的還是假的 這個很重要 我發現現在記者 大部分都沒有辦法分辨 官員跟你講的話是真的還是假的 他跟你講說鐵路東營 地址有問題 不然會下沉 那你就相信嗎 對 好 那另外就是 我覺得記者的分線有問題 分線有問題就是 假設一個議題 你環保署的記者就是人跑環保署 那你內政部記者就是人跑內政部 可是我剛剛講到一個議題 他的場域是非常多的 你可能 就像我為了南鐵東營 我要跑去台南 然後跑去內政部都會會 我要跑去環保署 我要民會 然後跑去行政院抗議 前天還去民進黨抗議蔡英文 都要去採訪 那一個記者 你能夠看到一個領域的全部 跟你只能看到一點 那個訓練是不一樣的 可是你如果不做獨立記者 你就沒有辦法 就是 你到台南去還要跟他報告說 那是採線 你不能去 另外就是你的報告會 沒有辦法出來 或是 你只能有限的篇幅做一些報告 就像前天的新聞 昨天 我們到台南去採訪台南鐵路東營 這件事情 昨天 三個報告都燈很大 都很大 可是他們燈了什麼呢 他們就燈 哇 爆發衝突 然後賴清德教警察 殺人 然後 然後就通過 結束了 那是怎樣 這件事情是怎樣 不知道 可是對我來講 這些事情最應該被寫的是 你今天土地徵收的正當性是什麼 有沒有正當性 那你提出來的工法有沒有問題 要去辯論的是這個 還有你在舉行很多的程序的時候 那個程序有沒有符合正當性 可是你如果媒體沒有辦法講這些 他就是 暴臉暴人 可是你說他有沒有用 他有用 你會覺得說他沒講清楚 他有沒有用 我覺得他有用 為什麼 因為這件事情抗爭三年了 大家都已經看到 原來有這件事 第二個原來有爭議 原來有人被警察拉走 所以我覺得不同媒體之間的這個影響力 是很複雜的 是很複雜的呈現 包括我現在自己做獨立媒體 我還是每天會看這四大報喔 不是只有看 我也很愛看幾十新聞 因為可以從這邊得到很多訊息 所以我剛剛在立場 所以我覺得那個影響力的呈現 是非常複雜的 好 那更別說台灣其實很多的環境議題 其實主要媒體是不報 當然這個慢慢有被突顯出來 比如說我們很多的爐渣的汙染 跟中國的一些環境的糾葛 還有我們的保護區 我們的保護區要蓋半殿 因為現在貨客很多 那這個有人報嗎 沒有 可是這又是重要的 清淨農場 像我是不去清淨 大家有去清淨農場嗎 像我是不去的 這個地方有九層是三公地滑區 那為什麼這個地方 還要給他就地合法 還要擴建的 主流媒體也是不會講這個 好 那這個更是的 對 如果你在 你看大林鼓碎區 他已經被所有的汙染包圍了 那你還適合在這邊發展 很多的汙染 那你也是很想看到這樣子的報導 那這個這些事情 都是我追蹤很多年的事情 那這個更是 我們在主流的民意就是 成績地要投資七千億 放到五千個就機會 為什麼你們要反對 為什麼 好 那有一次環瓶通過 就看到主流媒體 他寫就說 啊 終於通過了 終於通過就是 終於你們這些那個反對的人 都散開了 都通過了 為什麼要反對 沒有辦法講清楚 那其實我覺得 那就是背景 我們渡了 我們講環境這一地 如果那個地方汙染已經超過了 是不是應該在那邊再繼續 讓他 蓋環境 蓋這個汙染區 還是說你只看到那個 那個 那個跟海濟業的發展 對 那更是 最近那個水庫 聽說5月20號 有個致命性的梅雨要來了 所以又解決枯海 可是在這段 枯海的過程 你會發現 大家很熱烈的報導 可是報導的面 就是面向 就猜什麼時候要停水 什麼時候不停水 可是他真正結構性的問題 也沒有人寫 那這個更熱門 就是最近兩個熱門的問題 一個水 一個空氣 好 那我剛剛也是旁邊上 那你覺得主流媒體那樣報有用嗎 他有用 就是他會 他也是會發生一些 一些狀況 那這個就談到就是說 我剛剛又講說獨立媒體的重要 又講說獨立媒體有用 那怎麼辦 我覺得在台灣的自由媒體風氣之下 其實造就很多獨立媒體的多元發展 像小蔡做的事情 跟我做的事情不一樣 很多人做的事情 但是獨立媒體有非常多 各式各樣的獨立媒體的發展 那當然採訪權也不是完全沒問題 這個就是我們 上禮拜去立法院抗議 那當記者還要常常抗議 跟人吵架 就是你對你的那個警覺 像前天去台南也是跟在清德吵架 因為他連資料都不給我們 所以當記者一般要採訪 新武藩就是在吵架 但是你對採訪權要隨時保持警覺 那我採訪權不是說我賦予你 那就不會騙人 那是會改變的 他明天接給你聽 明天都不給你聽 後天給你資料 然後隔天資料不上網 那你如果不警覺 他就變成習慣 所以我們就是每天都去立法院換證 他十次有九次換不到 可是他會覺得你怎麼又來了 可是我覺得他現在會有思考 跑到下一個月就換到了 好 那 好 這次保持警覺 所以我覺得要做什麼樣的獨立記者 要取決於個人的特質 像小費他有經營平台的能力 所以他可以把平台的經營非常好 可是我認為我個人的專長是報導 不是平台 不是經營平台 而且現在平台經營真的非常困難 所以我認為我的專長是報導 不是經營平台 所以我就盡量去發揮我採訪的專長 那我的平台怎麼辦呢 我就會去跟其他的媒體 就像我剛講的 其他媒體做平台的合作 那有就說那你這樣不是跟以前一樣 你幫你有沒有寫稿 那現在跟某某雜誌合作 那不是我覺得那是不一樣的 以前是聽報社的對不對 那現在是雜誌車要盯我們 這樣講可能比較誇張 可是真的是這樣 所以你在當獨立記者的時候 你不要去當人家的那個代工者 你再叫你幹嘛 就像輔導危險的地方 人家不去然後叫你去 這個就不對 所以你要取得報導的主導權 那你有什麼權力取得主導權呢 那你的報導實力就很重要 另外就是 我可以從這樣的合作關係中得到收入 就是可以自產的 那我對於報導跟媒體的合作 也是有策略的 比如說我會有每天的 文章我會有每週的專欄 我會有每個月的報導 甚至我還出書 那最近我又想到一個新的模式 我覺得出書太慢了 有時候針對一個議題 比如說十年哭喊 我可以寫個兩萬字或三萬字 我可以賣 就是在網路上賣 就可以直接賣 那我覺得那個固定議題的 可能那個出版的模式 會跟過去不一樣 這是我一直在嘗試 那個獨立記者 經濟獨立的一些方法 那跟很多平台合作 我覺得那個 有更靈活的報導的影響力 那我的報導原則很奇怪 就算我剛剛 我的報導原則很明確 就是我希望改變這個事情 所以我基本上會報導那個 還有舊的 還有舊的 那已經死了就算了 對 有舊就是 比如說你看我的報導就很有趣 比如說 14號要開鐵路東移 那我12號就會寫 結果他要說 你不應該開啊 什麼什麼的 然後5月9號呢 郭昌介要見行政院長說 耗水費不要收人 那5月9號我就在《螢火日報》寫了一篇 那果然那一天 那個 就鼓勵行政院長 後來他就沒有聽他們了 好 那4月23號你打願要修水保法 就是我剛講的放寬水部集水區 開發 那我也是先寫 就是新聞要寫在有舊之前 舊記 有舊這樣子 那我剛剛說 我跟主流媒體合作 我覺得各種程度 對我來講 有個很大意義 就是我介入 介入那個主流媒體 什麼叫介入 比如說上上個月 我跟上週合作的這個專題 其實這個專題 我覺得整個脈絡都是我的意見 就是你可以介入那個經營者的 觀念 其實現在商業媒體的老闆 他很有趣 就是 他其實也覺得 他應該盡一點社會責任 可是對一本雜誌來講 你說每天都寫說 不公不義 空氣污染 你覺得那本雜誌有人要買嗎 不會對不對 所以他又要營收 然後他又想要做一點公共的利益 所以他會想要跟我們合作 那我也趁這個機會就是 知入市行銷老闆的觀念 知入他一些商業發展 也要顧及什麼什麼什麼 另外就是 你介入不同讀者 你會發現 如果在我們自己的平台寫 就是 簡單講就是和尚跟和上面經 然後 那個牧師跟牧師傳道 然後再來再來 一直給你按讚 可是你如果到蘋果日報去寫 你看下面的留言 裡面三分之二都是在罵你的 哎呀這個記者就是不讀書 才會當記者 就是要當記者 好險喔 你看看人家數學這麼差 他都不知道我是念科學 科學 好 所以我覺得 某種程度 你介入主流媒體的時候 那個影響力是盛大 你介入不同的那個 那個讀者去 裡面去 所以我覺得 現在很多年輕人有在信 我覺得你如果要當記者 我覺得你一定要當獨立記者 你如果立志要當記者 一定要當獨立記者 可是你要在不同 你要思考 如果你現在在主流媒體工作 你要想喔 你現在二十歲 你現在三十歲 你四十歲 甚至你到五十歲的時候 如果你今天寫的東西 還是跟二十歲的人寫的一樣 那你覺得你要怎麼辦 你要怎麼辦 所以我覺得這是現在 在主流媒體裡面工作的人 你隨時都要想的問題 那我覺得網路的發展 讓獨立媒體的發展 有更多的可能性 沒有 我要講的是說 像我這樣沒有很簡單 沒有很簡單 可是也沒有很難 就是說你要對這個事情有熱情 我覺得我們人生很短 為什麼你要做那種 期待放假的工作呢 像我都不喜歡放假 我好愛做事 真的 所以你無時刻都愛做自己喜歡的事情 那你為什麼可以這樣 我覺得你要培養你的暴躺的實力 無時無刻喔 我到現在當記者十幾年了 我覺得幾乎每一年都還會有新的體會 那就是一件事情你要做到一定的程度 你才會覺得 啊 原來是這樣 崩迴路的 知道那個有趣的地方 所以我覺得記者 實際上在有記者更好的工作了 你看你做的是有趣的事 你要可以社會實踐喔 你看還可以去台南罵賴清等 對 然後你這個工作是有深度的 然後是有意義的工作 可是要做到一個程度 才能夠感覺到這個 所以不要隨便就去當什麼公關發言人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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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